9月1号星期三全新的月份 欢迎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火力加油站 我是王金逸 大家好 我是维宾 那除了我们的节目以外 我们的这个姐妹谈 就是我们这个 罗杰拉权内最hit爆新闻 以及花了好康头的节目 每一天都会跟我们的节目 同步谈一个同一课题 大家请注意 是维宾 我们常听医生说 这个肠胃的问题 跟那个免疫系统 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腹泻的话 是不是代表我们的身体健康 亮起了红灯呢 是这个腹泻可大可小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认识腹泻到底有多危险 马上进入今日大主题 腹泻对很多人来说 就像是发烧感冒一样的普通小病 许多人对于腹泻的情况少有重视 常常认为是吃到不干净的食物 或是生冷的食物才造成的 常见的做法是吃止泻药敷衍了事 甚至没去求医 只让身体自然康复 然而随着疫情的日益严重 腹泻已然成为感染病毒的症状之一 人们开始对身体出现的腹泻情况重视起来 究竟应该如何区分腹泻是因为感染病毒 又或是其他病因引起的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一起了解引起腹泻的原因 正确处理和面对腹泻的情况吧 我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拉肚子的时候 以为吃止泻药或者是休息 一阵子就以为没事了 但就像维兵说的 这个腹泻是可大可小 那我们今天就要邀请专家 来跟我们解读一下 有请这个肠胃与肝脏专科医生 钱静鲁医生 医生你好 钱静鲁医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 那其实这个腹泻刚才一开场 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说 一些人都觉得说小事了 其实这个腹泻是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身体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状况 它到底是什么 腹泻或者是拉肚子 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 相反的 如果你说你不曾经历过 我可能更担心 这常会有问题 对 腹泻我们英文也叫代表 腹泻它其实是来自于希腊语头 代表的意思就是经过而略就是流动 所以这个腹泻我们主要就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它腹泻的性质 我们可以看到它成为水样变或者稀疏的腹泻 那次数主要我们以每天如果超过三次以上的排便 我们这样才称为腹泻 每天吗 可是请教一下钱医生 如果现在我们说一天是三次 是腹泻的状况 可是它三次是早上 然后下午 然后傍晚 就是间隔很长时间 或者是说三次是在两个小时内 两个小时内排了三次 这样的一个时间间隔有差别吗 我们必须要符合这两点 第一个就是分辨它的形式的改变 第二个就是它的次数的增加 符合这两点我们才好称它为腹泻 好 就是说现在不理我现在是早上三次 或者是一整天间隔三次都要注意是吗 对 如果它持续发生几天的话 真的是问题就不小了 那为什么我们听到就是说 这个肠胃是人体的这个第二个大脑 它其实这个腹泻跟免疫力又有什么关系呢 感觉好像很复杂一样 对 接下来就让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腹泻有可能是免疫力第一项呢 肠道是我们人体免疫力很重要的来源 如果一个人他常常腹泻的话 有可能他肠道有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会导致他的免疫功能受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说腹泻有可能是一个病人 他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表现 好 那刚才说这个肠道是有问题的人 还常常腹泻 所以肠道有问题 因为我知道说我们常说这个人的免疫系统 75%是来自肠胃 正确吗 这个说法 就是说肠胃不好的人 一般上他的这个免疫力都不太好 是正确的吗 有根据吗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肠道其实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说起这个免疫系统 我们知道它有这个体液免疫跟细胞免疫 其实肠道本身占有我们的体液免疫百分之八十 那我们的肠道免疫 百分之八十 不是七十 不是 细胞免疫占有百分之五十 而且刚才静毅说得很对 肠道其实也称为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大脑 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大脑在我们的脑袋里 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胃肠部 好 这个免疫细胞就是跟那个肠道里面的 微生物有关系吗 确实是的 首先我们说到这个病人体 无论是细菌 病毒或者机身虫 我们都知道它都是通过我们口 就是吃东西 然后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胃部 肠部引起感染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肠道 小肠壁上面有这个Piase Page Bar 其实它在免疫中起觉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可以分辨到这个病人体是对我们人体是有害的 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些抗体 把它包住 减弱它的作用 所以可以说肠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主胜肠 但刚才竟然有说过肠道作为我们人体最大的储全细菌的仓库 我们都知道我们肠道里面有上亿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菌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细菌有好的细菌跟坏的细菌 所以为了保持一个平衡点 肠道在维持我们这个肠道好细菌跟坏细菌平衡点 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的肠道要保持健康 必须要有85%的好的细菌跟15%的坏的细菌组成 这样才能处境发育 那钱医生 所以这个好菌和坏菌它同时都要存在的 它不可以说比如说好菌少一点点 然后坏菌多一点点都不行 它的比例一定要那么精准吗 如果你要健康的话 你必须要保持这样健康的一个平衡点 为什么要有5%的坏菌呢 完全没有坏菌不可以吗 完全没有害菌的话 你只有好菌的话 那你这个平衡点就失调了吧 那那个好菌就不能去消化代谢 这时候就造成免疫进一步的缺陷 那如果是腹泻的话 一般严重的腹泻会造成什么些症状 严重的腹泻呢 我们主要就分为三个主要的一个表现 第一个它会导致我们水跟电解质的流失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大量的排便 或者严重的排便的时候 它这个水跟电解质 特别是这个甲跟钠的它就会流失 病人这时候就会觉得全身没有力气 肌肉无力疲倦 甚至它有可能会导致你心虑不起的症状 那第二点呢 当你水和电解质失调了之后呢 它会影响你胃肠道对这个营养的吸收 我们都知道小肠是最重要的营养的吸收的部位 如果这个吸收出现问题呢 很多的电解质啊 维生素或者矿物质就无法被我们体内吸收 这时候就导致一些患者呢 出现一些营养不良的情况 比方说皮肤干燥 头发吸收 口腔溃疡 或者体重无法增重的表现 最后一个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免疫力低下了 如果你长期这个营养吸收不足呢 营养不良就会阻止你的愈合 特别身体各个机能 你就不能无法正常地愈作 然后呢 如果你免疫力低下呢 你对一些病人体的抵抗力 这时候你就下降了 你就容易有病了 所以我们就是当发现到自己的那个 比如说有伤口的时候呢 它的愈合能力开始减弱 就要开始怀疑说 我是不是免疫力降低这样子呢 一不然的话 可能我腹泻 我会以为我就是吃错东西 或者是比方说我前一天吃了太多辣椒 然后隔天就腹泻 那我怎么知道说 我的腹泻就是免疫力降低呢 至于你 特别是那些慢性的腹泻 还有一些反复对某种食物啊 他们会产生一些敏感的反应的人呢 特别是慢性腹泻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呢 那你就要注意了 有可能是你的免疫力降低下 好 那因为我们近期有这个 都是在新冠肺炎这个阴影笼罩之下 有看到一些报导说 新冠肺炎其中一种症状就是腹泻 那如果现在我是有腹泻的话 我会怎么晓得说这个腹泻像你讲的 可能是因为吃错东西 或者这个可能是新冠肺炎 怎么去辨别 这个问题非常好 现在我们每天在医院跟诊所 都会看到很多病人 他们一进来有身体不适呢 第一个人想到就是COVID-19 就是新冠肺炎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确实呢 事实上其实我们都知道COVID-19 其中一个常见的表现是腹泻或者呕吐 等的胃肠道的表现 但是其实我们临床上只发现到 10%到25%左右的患者呢 他们是真的有这个胃肠道的表现 更常呢 我们发现到 其实COVID-19的主要症状 还是发烧 肌肉酸痛 还有一些消化 呼吸道的症状 比方说咳嗽 呼吸困难等等 或者喉咙疼痛 还有一些有头疼的表现 更多的是有这些症状 而胃肠道呢 比较占少部分 那为什么新冠患者呢 他们会出现这个腹泻的症状呢 腹泻的发生呢 有可能跟COVID-19 它的病毒大量的产生 而导致的肠上皮细胞血伤 或者跟这个X2功能受选 我们都知道这个X2 主要一个是在肺部 还有一个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主要是在这两个地方有 所以它这个功能受选呢 有可能导致细胞过度的活化 免疫失调 体内这时候就产生大量的炎症细胞 引起这个X2功能 我们称为炎症风暴 所以就会导致一些病人 出现一些胃肠道 腹泻的表现了 所以医生你会不会建议说就是 虽然腹泻这个症状呢 是属于少数的 但是呢 假如真的是有人出现腹泻的话 是不是应该建议他们先去做晒检 我觉得一般上我们医生呢 临床上还是要靠 不只是说他有腹泻 我们就一定要认为他是COVID-19 我们也要看其他方面 比方说病死最近有接触到COVID-19的病人吗 也没有发烧 发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还有病人的这个腹泻的持续的情况等等 不过一般上我们在诊所或者在医院里呢 我们补片上都有为这一部分的病人 注意到有没有COVID-19的 那讲到这个COVID-19 钱医生有没有是注射疫苗过后 导致腹泻的状况 有看过这样的案子吗 注射疫苗之后呢 病人有腹泻呢 我们确实也看到很多这样的病人 我只能说有两大可能 第一个很不幸的 这确实是注射疫苗后引起的副作院 就是腹泻 但是临床上我们发现到非常的少 像这一种的不良反应呢 一般上休息喝一点水 注意身体 你一两天内就可以有所缓解了 当然我刚才说到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会不会这是偶然性的发生呢 可能跟这个疫苗完全没有关系 有可能你这时候在外面食物中毒 又或者有一批的橄榄都有可能 是 那如果是食物中毒的话呢 就是喝多点水啊休息啊 然后吃方面就是要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嘛 因为我发现到就是人一旦不舒服的时候呢 都是倾向于吃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 也不会给身体带来那个负担 那当然食物的卫生也是很重要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带大家看看 含菌量高的食物有哪一些 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含菌量高的食物生母粒 生母粒内含有诺罗病毒 通常弯曲菌和创伤孤菌 极容易导致腹泻的情况发生 建议最好不要生吃 如果一定要生吃 就必须沾蒜 姜 醋 或柠檬汁等 以达到杀菌的作用 根据美国农业部调查发现 农民为了让桃子表面光滑洁净 会在收割前几周都给桃子喷洒农药 当桃子上市时 其表面已经覆盖了九种类型的农药 因此在食用之前 建议用海绵或者刷籽洗掉 桃子表面的保护蜡 或直接削皮食用 鸡蛋 半生熟的水煮蛋和未完全熟透的煎蛋 最容易导致食物中毒 因此专家建议有裂缝的鸡蛋不能吃 可能已有细菌入侵 在保存鸡蛋时 需先放入紫盒 再放进冰箱冷藏室 最低处保存 在处理或接触过鸡蛋后 一定要洗手 避免细菌粘连到手上 肌肉 根据美国消费者联盟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 肌肉弯曲感菌的感染率高达42% 沙门市菌感染率为12% 容易导致肠胃炎 凡是买回来的生肌肉 建议最好先用水浸泡一段时间再烹调 一定要煮烂熟透 还有就是所有用来切生肌肉的菜刀和砧板前后 都应该用除菌剂清洗干净 避免细菌的入侵 欢迎回来 那陪我们这个64周年的国庆日 我们透过Hashkita Malaysia的活动 以行动来支持大马中小型企业 一同集合大家的力量而促进 及推动经济的复苏吧 没错了 快到Walshop的网站 购买你最喜爱的产品吧 现在就浏览 Walshop.com.my slash Gita Malaysia 那国庆日快乐 让我们携手共度迎接美好的明天 是的 那么今天谈的这个课题是 关于腹泻在线上的我们有钱医生 钱生你还在线上 是的 是 那前一生我们一位家庭观众 他发了一个问题进来说 如果他像食物中毒 比如说食物中毒的话 是不是一定会腹泻 那如果现在他在比如说 下午的时候腹泻 那请问是 即有可能是哪一餐的食物中毒 是午餐吗 或者是早餐 食物中毒一般上我们是通过口服 然后先到我们的食管到胃 之后到我们的小餐 最后到大餐 所以一般上要看它是属于哪一种 菌寻等等 还有它的摄入的细菌的数量有多少 如果是在胃部主要起症状的 病人可能会有上消化道的表现 比方说一些耳心 耳吐 那如果比较久的话到长部的话 它可能有腹泻的表现 所以至于这个发生的时间 有时候比较难说 如果是胃部的话 一般上两个小时内病人会有症状 如果是到小肠之后 一般上是两个小时后的 会发生的症状 因为我们之前有听说 一些医生说 其实食物中毒不是这么快的 这里下午如果有症状 即有可能是早餐 因为都要相隔几个小时 可是现在前医生说的 如果是胃的话 它很可能很快就会有这个反应 对的 两个小时内就会有反应 是吧 对 而且要看你摄入的细菌是哪一种 而且它的数量有多少 还有个人的免疫功能等等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一般人只要一泻肚子 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食物中毒 对 可是其实也不只是食物中毒 这个原因会导致腹泻 所以会导致腹泻的原因 还有哪一些呢 钱医生 基本上腹泻 代表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病程的长短 分为急性 慢性 当然当中还有一个持续性 急性呢就是基本上腹泻是在两周以内 慢性就是腹泻在一个月以上 那如果在当中的两周到一个月呢 我们基本上就称为持续性腹泻 那根据它病因呢 我们分为感染性跟非感染性 感染性呢 顾名思义 就是一些病原体进到我们体内 引起我们腹泻 常见的主要有三大类 就是病毒 细菌 跟急生虫 那病毒呢 比较常见于小孩 比方说轮状病毒 诺瓦克病毒 那细菌呢 我们可以有这个大肠肝菌 沙门氏菌 还有祸乱等等 急生虫一般上比较少见 可以有这个阿美巴引起的这个肠道感染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感染性的腹泻 的原因 可能有一些是药物 食物本身的敏感引起腹泻 当然不排除是一些未肠道的肿瘤引起腹泻 炎症性肠病就是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我们可以有这个溃养性叠肠炎或者克隆斯病 引起的慢性腹泻 还有一些肠动力的疾病呢 比方说一些肠益肌中和症 就是IBS Eletable bowel syndrome 还有一些代谢性疾病 比方说甲状腺功能抗净 还有糖尿病等等 都会引起一些非感染性的 腹泻 因为我知道说这个腹泻其实跟头痛一样 都是医生很怕听到的 医生我头痛我腹泻 有很多很多原因会导致 那我知道说甚至于一些是 精神上的紧张也会导致腹泻 那这边强调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课题 主要只是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有腹泻的问题 还是要去征询医生去看医生好不好 那今天我们也是主要是环绕在 这个肠胃本身导致的腹泻 精神这个腹泻我们不谈 那刚才医生有查到说 我们也属于感染性跟非感染性 请问感染性的腹泻是一个什么情况 通常会发生什么症状 感染性的腹泻它对病因有非常繁杂 像我刚才说的主要就是有细菌 病毒跟寄生虫 在感染性的腹泻里面 比方说细菌性立体 病人会有一些发热 腹部沉痛 它会排出一些绵绵浓血样的大便 还有理极厚重的表现 就是说它大便完后 它会感觉好像没有排空 还必须要再上厕所 对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种 比方说病毒性的腹泻 特别是这个轮转病毒 Rotavirus 我们可以看到病人 它也会有腹部疼痛 然后它排出的分别像淡花样 淡花样的这个细胞 最后一个是这个寄生虫 特别是阿美巴感染 这一类非常少见 阿美巴感染 我们可以看到病人的大便 变成果酱一样 然后我们在这个细菌 极生虫检查下 我们会看到阿美巴滋氧体 我们测它的抗体的话 我们会发现到血清抗成氧性 那如果 请说 请医生 如果说非橄榄性的腹泻 一般上病人不会带有发烧的症状 我们看到非橄榄性 像我刚才说有一些肿瘤 比方说未肠道的肿瘤 病人除了会腹性以外 他还会无故消瘦 疼痛 某个不疼痛 或者他可能排出血 变血 如果有一些 比方说一些动力性疾病 像一些假装性抗净引起的腹泻 病人除了有这个腹性以外 他可以有体重影响消瘦 脖子粗 还有一些手抖 心慌等等的表现 那最后一个可能也比较常见 肠益剂综合症 病人会有胃部紧痛的脏气 当他排出气或者大便后 他会觉得肚子会比较舒服 这种病人一般上我们体检 或者做一些血厌血 结肠剂等检查都很未肠 幸好的是肠益剂综合症 一般上不会造成生命危险 他也没有这个风险会导致癌症 那请教一下钱医生 这个假装性功能抗净的状况 这种病理一般常见吗 我觉得也是蛮常见的 基本上我每周都会看到 至少一到两宗这样的案例 那10宗 比如说10宗里面大概有几个案例 是这个 我觉得10到20宗 慢性腹泻的病人可能会有一宗 好 每20宗里面大概有只有一宗 还挺普遍的 不过我们要着重的是 它们是慢性的腹泻 长期腹泻 另外 那有没有死亡的案例 就是关于这个 因为腹泻 对 我本身临床上没有看到假抗瘾器 严重腹泻导致到病人死亡的 那其他的感染性腹泻呢 会不会导致死亡 有没有生命的危险 确实是有一些病原体呢 会导致这个生命危险 当然我们排除这个肿瘤 肿瘤本身就有高的死亡率 一些感染性呢 比方说像祸乱 祸乱这些都是非常紧急的 我们都要上报给卫生部 然后都要给病人住院 给一些抗生素使用 要不然他的死亡率还是挺高的 其实我想问钱医生 我们常听到的那个 幽门罗杆菌 它其实是属于哪一个类别的呢 它也是一个细菌性的传染嘛 对 幽门罗杆菌呢 它本身是一种细菌 它主要是通过 分口传播到我们体内的 就是说通过你吃食物或者口水 传播进入我们的胃部 幽门罗杆菌主要是在我们的胃部 它本身并不直接引起腹泻 但是它会影响或者导致 我们的体内的好细菌 跟坏细菌的这个平衡失调 之后呢它就会导致 我们出现一些营养不良 消化不良 然后腹泻的症状 那严重的话 这个幽门罗杆菌 会不会导致肠胃癌呢 幽门罗杆菌它本身不会导致腹泻 所以当然它本身也有可能 会导致我们胃癌 胃炎跟溃氧病的发生 前提醒 因为我知道说这个 我一个朋友曾经有患过这个胃癌的 这个肠胃癌的 不是这个肠胃 这个大肠癌的 所以它常常有腹泻的状况 那一个人如果现在是慢性 常常有腹泻状况 去到什么地步就要开始当心说 这可能是大肠癌 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有慢性腹泻 特别是有一些严重的症状 比方说你有便血 无故消瘦 或者腹部某处疼痛的话 请你务必要见你的医生 特别是如果你年龄是在45以上的话 有可能你就要顾虑到 是不是肠道有长肿瘤 导致你腹泻的表现 好 总之这个腹泻本身是一个 不寻常的状况 这个如果是肠胃健康的人 其实是不会常常腹泻的 偶尔可能 是 那这个腹痛 刚才讲到这个腹痛 我讲一下 腹痛跟头痛是医生最怕的 因为讲到说腹痛头痛 很多很多原因 可以导致这两样东西发生 那腹痛的其他原因有什么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腹痛常见的原因 腸梗阻 腸梗阻引起的腹痛是一阵阵的脚痛 还伴随着肚子脏气 甚至还会导致呕吐 整个肠子仿佛被堵住了一样 无法排气和排便 如果腹痛的症状变成了持续性的脚痛 并且一次比一次疼 就可能转成为更严重的 脚窄性肠梗阻 造成肠梗阻的原因很多 最常见的有便秘 炎症 机械性梗阻 还有肠道肿瘤等等 若不及时治疗 将会造成肠道穿孔 肠坏死 感染性休克 甚至死亡 蓝尾炎 蓝尾炎引起的腹痛 是会到处乱窜的 最先从肚子上边开始 逐渐往下挪到了肚脐周围 最后转移到右下腹的位置 当疼痛转移到右下腹后 之前曾经疼痛的部位 就不疼了 但这个部位则会非常的疼 蓝尾炎的症状还伴随着发低烧 如果不及时治疗 会造成蓝尾炎穿孔 蓝尾炎周围脓等病发症 一线炎 一线炎引起的腹痛 一般在于肚子的中上部 疼痛的程度因病情而定 轻症的一线炎只是顿痛 重症的一线炎则 则会有持续性的绞痛 一线炎往往是因为吃大量油腻的食物 或大量饮酒后所造成的 然而一旦从轻症转换为重症 就会造成一线脓肿 还可能会造成腹腔感染 多器官衰竭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 重症一线炎的死亡率很高 如果不及时就医 死亡率可达到40%到50% 欢迎回到火力交战 Media Prima NSTP Humanitarian Fund 正透过Program Amal Covid Hashtag BuySemula进行筹款 以便鼓励为奋力抗击 新冠疫情的前线人员 是的 9月4日凌晨12点开始 长达24个小时 请留守着Hot FM YouTube频道 Hot TV将您的上款捐责 Media Prima NSTP Humanitarian Fund 的Maybank户口号码是 51410532-3170 加油 马来西亚 BuySemula 没错 我们线上呢 依然有钱医生呢 会跟我们解答 关于腹泻的种种的困惑 那我们一般人呢 如果生病的话 当然是要对症下药 不能够说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这样子治标不治本 可是就是很多人 在腹泻的时候呢 就以为说 吃那个止蟹药就可以了 那想问钱医生 这样子的话是正确的吗 腹泻的病因很多 如果你一有腹泻呢 还没搞清楚是什么情况 你就直接吃止蟹药呢 有可能会加重病情 也有可能会隐瞒你人有的病情 而且一般上来说呢 我们止蟹药呢 只是给非感染性腹泻的患者 至于感染性腹泻呢 偶尔我们会短期实验 为什么感染性腹泻 我们不实验止蟹药呢 因为其实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 是非常奥妙的 当你有细菌感染 或者病毒感染的时候呢 免疫系统就会被激活 这时候呢 它就会促进你的胃肠的领动 将这些毒素排出体外 如果你一有腹泻呢 特别是感染腹泻 你就即刻吃这个止蟹药 那可能会使到你的毒素 无法排出引起中毒的症状 更糟糕 那有一些人是腹泻吃消炎药 潜医生怎么看 消炎药呢 主要我们顾名思义 就是消除炎症的药物 一般上呢 我们主要有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 抗生素 或者一些非激素性的 一些消炎药 跟最后一个就是激素 抗生素 其实不是全部的腹泻 你都要吃抗生素的 我们一般上 只有给那些有感染性 细菌的引起的腹泻呢 我们才给它吃这个抗生素 但至于服用什么抗生素呢 你要吃多久呢 请你务必要咨询你的 专业医生才好食愿 抗生素不可能能吃 对 所以前医生的建议就是 一旦腹泻不可以马上吃药 消炎药也好 止蟹药也好 都不可以吃 就是让他自然痊愈 还是看情况恶化了才去求医呢 如果他是很轻微的腹泻呢 一般上你只要多喝水好好休息 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 你就会好了 但相同的 如果你有恶化的情况 比方说持续性腹泻 你有一点水分不够 湿水过多的症状呢 比方说你少尿或无尿 或者你的皮肤非常干燥 或者变血 腹部严重疼痛的话呢 那提起你务必要 就要接你的医生吧 那前医生有一些老人家常说 不要紧啦 腹泻是热气啦 泻一下就好 或者是吃太油 对 这个泻一下 到底要泻几下才算是OK的 其实临床上我们也没有很明确的指定 泻几下才叫正常 一般如果轻微的食物中毒 或者着痒 引起你一些泻肚子呢 泻个三四次 你多多休息 喝喝水呢 一般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相同的如果说 像我刚才说持续性腹泻 或者你泻到太厉害了 无法饮食 或者有一些其他严重的症状呢 这时候你就要去看你的医生了 听你这么说就是说 如果是泻四次以内 基本上还可以观察 保持观望态度 观察一下 如果是泻第五次 就要开始 可能要去看医生了是吗 也不一定 这主要还是要看 临床的诊断各方面 还要看病人本身的免疫系统 还有病人的年龄 病人有没有其他慢性疾病等等 这样改次前生可能要出一个 问答案给我们去填一下 你现在目前什么状况呢 什么情况才要去看医生 有点复杂 那如果是我的话呢 比方说我吃很多东西 然后就开始腹泻 我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排毒 我会很高兴 因为它可以把我之前所吃的东西 就是发热气这样都排泄掉 这样子的想法 对吗 排毒呢 主要还是给这个观念上 其实CE也没有真正地说 排毒是对我们体内是好的 主要就是一些便秘的病人 如果长期无法排出粪便 我们都知道粪便中 有很多一些细菌 这些毒素 如果长期留在体内的道 确实有很多数据证明 它有可能会增加肠癌的机会 当然这只取决于那些 慢性便秘的病人 好 那一些人是 腹泻就喝盐水补充盐分 这个做法其实是正确的吧 你鼓励吧 盐水呢 我觉得这个范围太大了 临床上我们确实是有这个 口服 这个补叶盐 就是ORS 生理盐是吗 生理盐是吗 对 它是特别的一包一包 像粉串的一个 你可以去法马西买到的 它确实是证明可以预防 跟治疗腹泻导致的脱水 目前我们已经出到第三代了 ORS 那第三代跟第二代有什么差别呢 它的钠跟糖分呢 会比第二代来的低 所以它就避免了我们有这个高钠血症 或者避免我们血糖过高的表现 好 这是说其实在家里 平时用那些我们来烧菜的盐 是不鼓励是高钠的 对不对 喝了这个血压会很飙升是吗 对 而且我们也无法确定 我们喝入的钠 我们外面煮菜的那些钠 你到底成分是多高 也无法控制 所以我还是建议病人 如果真的要在家里喝 所谓的盐水的话呢 还是要去法马西买这个ORS 还有呢 坊间就说 如果是腹泻的话 喝能量饮料或者是益生菌的饮料 这样子的话又可以吗 能量饮料也就是我们的 有一些有气的一些运动饮料 对吗 其实这一类的饮料主要都是 含有很多的气 第二呢 它可能含有很多的钠 就是盐分 还有一些 含有一些 可卡因的饮料 这些呢 它不只会刺激到 我们的胃肠道粘膜 它也有可能会刺激到 你的神经系统 使你的胃肠道更加的兴奋 所以这时候可能甚至会导致 你腹泻更加严重 所以我们不太鼓励你 喝这些运动饮料 那至于刚才 金益说的另外一种饮料 就是我们的一些乳酸的饮料 对吗 是 这一类乳酸饮料呢 它本身呢 含有一些细菌 良性的细菌 它可以促进我们胃肠道更加的灵动 所以一般上当你急性腹泻的时候 我们并不鼓励你服用这一类的饮料 它会导致你腹泻更加灵动 越喝越泻 对 对 钱医生 所以我们线上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他常常发烧的时候 在发烧期间 他的这个粪便处于水状 这个正常吗 像我刚才说的 你要满足腹泻的症状 你必须要看次数跟你的这个性质 分辨的性质 才能说这个病人是否有腹泻 是 所以观众朋友也要注意了 就是说不能说听方间说腹泻的时候 喝那个能量饮料 或者是随便那个益酸菌的那个饮料 是 当然就是什么时候呢 在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要求医 对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时间关系 来 严重脱血的情况之下 持续发烧 消化到出血 跟无法进食的这个严重情况之下 请大家马上去就医 那饮食注意事项呢 就是要早点进食 少吃多餐 清淡跟这个流制的食物 可以多吃 我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医生的是 饮食注意事项 为什么要避免高纤维食物 因为高纤维食物呢 它本身就会促进我们排便 所以这时候你如果在 特别在腹泻早期的时候 你就吃这个高纤维食物 比方说一些蔬果类的食物呢 它会促进你更加的排便 所以你会泻得更厉害了 好 那如何预防酥 当然最后一段我们看一下 就是要高温主食 少吃生冷的食物 少吃煎炸跟辛辣的酥 这些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 是的 好 我们非常感谢钱医生 谢谢您 你们在前线自己保重 好 谢谢金益跟韦依 谢谢 谢谢钱医生 谢谢 每次我们暂时打住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有 东京藩奥会的大马选手 跟我们做分享 别走开 加油 东京藩奥会大马运动员 阿尼利亚游泳 阿尼利亚出生于沙巴州 今年16岁 是东京藩奥会大马游泳队的 女运动员代表 她从小就非常喜欢运动 但唯独对水上运动感到恐惧 然而在家人和老师的苦力下 她尝试了藤级人游泳项目 并成为了职业运动员 她在2019年世界残疾人游泳锦雕 在多个比赛项目中取得不错的筹击 在2020年的藤奥会中 阿尼利亚分别参赛女子50米 杨泳和女子50米蝶泳项目 但由于未满18岁 加上无法自行移动 所以将在监护人的陪同下 一起征战藤奥会 皇家居田径 皇家居出生于沙巴州 是东京藤奥会马来西亚田径队的 男运动员代表 她从小就想要成为一个 在运动方面突出的人 于是在2004年开始了 残疾人田径运动项目 并在2017年代表大马 残疾运动员正式出道 不到两年时间 皇家居就在世界残疾人田径锦标赛 取得T12跳远项目的银牌 在这次的财奥会中 皇家居代表大马参加男子跳远T13项目 弩鲁苏哈达脚车 弩鲁苏哈达是东京藤会大马脚车项目的女领航员代表 她于2012年加入了公路自行车国家队 并于2018年被收入到残疾人自行车国家队 之前她曾以公路自行车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多项比赛 在这次的财奥会中 她作为领航员与诺阿兹利亚一起参加女子1000米计时赛 阿布莎马轮椅网球 阿布莎马出生于吉隆坡联邦直辖区 是东京财奥会大马轮椅网球项目的男运动员代表 2006年她因一场车祸意外而导致半身不随 在这之前阿布莎马从未接触过网球运动 妻子的鼓励下才让她尝试了这项运动 并且成为了职业运动员 在她的运动生涯里 其中最为出色的就是2018年亚洲 层级人运动会轮椅网球男单比赛项目中 获得第五名的成绩 西蒂诺伊亚莎 田径 西蒂诺伊亚莎出生于柔柯州 是东京财奥会大马田径项目的女运动员代表 在上学期间 她在运动方面的资质被一位老师发掘 并推荐她加入了古来的国家体育委员会 一开始她只参加了100米和200米赛跑比赛 但由于这两个项目竞争太大 所以她就转而参加400米和800米的赛跑比赛 西蒂诺伊亚莎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曾在2015年的国际残暗委员会世界前进锦标赛 获得了400米T20赛跑项目中的铜牌 此外还在2018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400米T20赛跑项目获得了金牌 这次的财奥会中西蒂诺伊亚莎则参加400米T20赛跑项目 欢迎回来《火力加油站》来到这个 《我爱大马运动剑》这样的分享环节 我们线上有残奥会的乒乓运动员徐昌明 昌明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昌明 你好 是 欢迎你回到马来西亚 我们总说你昨天刚刚抵达马来西亚是吗 是前一天 然后昨天就休息了 昨天休息 然后现在是在隔离中 现在在隔离中 是 好辛苦 最昌明这次是第一次参加残奥会 对不对 是第一次 我的第一次参加 可以先说一说 或者参加这个残奥会的心情吗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从六月份 六月尾的时候 我知道要入选残奥会的时候 心情是特别激动 因为我也是等了很久 才知道我可以参加这个残奥会 也很期待 可是到比完赛的时候 可能第一次也很久没有比赛 然后就会给自己的表现很差 太差了 然后就会很失落那样 可是失落也是要面对 然后教练也是鼓励那样 心情才慢慢有一点点平静下来 好 这样 曹文 你自己本身是 什么情况之下选择乒乓的 你是什么机缘巧合会玩乒乓的 我是在小学的时候 因为我小学就特别好动 我就课外活动 我就去参加很多打鱼球啊 打乒乓啊 打排球啊 什么我都去参加 然后我就觉得 打乒乓是感觉好像不错 而且那时候我学习打乒乓的时候 也觉得蛮快 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手指就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我还可以打乒乓 而且还打得蛮不错 然后我就继续打乒乓 在小学的时候 所以你加入这个乒乓队有多久了 我从七岁开始吧 七岁 七岁到现在十七年了已经 都好多年了 完了十七年了 好厉害 那整个过程 你培训的过程有给你什么困难吗 可能很多人很多 我的家里人我的朋友会问我 你的手指这样 然后你的训练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还是之类的 可是到我学习 从零开始到现在 可能很大的困难是不会有 就是可能有一些方面的话 可能会比健全的人做得没有那么好 可是就最大的困难 应该也不会算是很大 就努力那样 就去比人家努力 就慢慢改正那个困难 你最大的困难是心理障碍吗 也是 可能因为我从小出生 然后我的家里人就会 对我特别特别的照顾 给我特别特别多的关心 就我还有个个个可能 可能我个个看到的话 还是觉得 为什么你们偏心 还是什么 特别待遇 特别待遇 可是到慢慢长大的 就他们也放心 因为我学习能力 读书还是运动方面 就跟正常人一样 都可以 可是唯一一个不好的就是 可能他们从小就已经特别疼我 然后就变成我心里 就是出去比赛 想要去见人 什么 就会觉得很害羞 有点点害怕的感觉 好 其实曹明 我倒好奇 你以前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你会去参加残奥 做马来西亚的代表 有没有曾经想过 我从小的话 我就特别喜欢运动 然后我就一到大型的比赛 亚运会 奥运会之类的 我就会看电视机 我就会每次心想 我会不会有一天有机会 也是可以代表马来西亚去参加残奥会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期待 可能也是没有想过有一天 我也是去到了残奥会 所以这个奥运会可以说 是你梦想的一个舞台 很向往的一个舞台 有梦想是重要的 对 那你加入了这个国家 对来开始训练的时候 是每一天都在培训 还是有和学业一起兼顾呢 如果是在中学时期的话 我就早上五点多 我就起来了 我就起来 然后我就去训练 训练到八点多那样 然后我就会去学校 去学校我就上课 可是有时候太早起来 然后训练量也多 我就 打课睡 在学校 睡觉了 睡觉了 到一点多放学 然后我就三点又要去训练 训练到一点多六点 然后就在车吃饭 吃了饭就去补习了 因为我在学校 而且是周一到周日全练无休吗 都到周六吧 周日的话就把时间会留给家人 可能会自己跑步半个小时那样 然后其余时间都会陪家人 因为平时已经没有时间再给家人 是 超明 你们在这个奥运会之前的训练 跟平时的训练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知道说很多人其实不晓得说 你们的训练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 比如说你在去参赛前的那几个月 每一天训练几个小时 如果是去参赛前的每一天差不多的话 六个小时吧 六个小时 然后如果有多余的时间 可能训练了六个小时 然后我还会去跑步 那样之类的 也是当成是训练 其实它基本上像一个 我们就召集网友 像是在上班的时间 是差不多整八个小时都在训练吧 就早上训练 然后回来睡个觉吃个饭 然后下午又去训练 又再训练 训练完的 然后有时会觉得好像不够那样 然后有时教练也说你就去休息 可是可能心里就会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做多点 然后就会去跑步 会去跳绳之类的 很坚信 就知道要参加这个残奥会之后 你的训练跟平时就是 有没有特别的方式来针对这个残奥会的 培训方式 其实我的教练是有给我制定了一个 比赛的计划就是针对性的 可能针对这个对手和那个对手的计划去训练 可是就是会有针对性的训练 好 那这个疫情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培训的日常 或者是比赛的赛程 如果是第一次MCO的时候就对我很大的影响 可能我一年365天 可能我一年360天都在训练 然后突然几个月没有训练 我就会有一点点焦虑 不知所措 对不对 不知道我应该怎样好 因为毕竟如果运动一停了一段时间 你要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 你才可以恢复过来 我就觉得我也不能够做什么 也没有的训练 就只有在家做一些体能之类的罢了 那你对于自己目前的表现满意吗 将来什么规划 是很不满意 其实 很不满意 为什么呢 吸取经验很重要 是 为什么不满意呢 因为可能我已经两年都没有比赛了 然后其他运动员可能他们有些有打联赛 因为他们已经开放了有一些国家 然后我就可能第一场比赛一上去 我就很懵了 就一上去 诶 我在做什么 连输了我出来 我就还是感觉很懵了 就 哦 输了 比赛打完了 就这样的感觉 就可能连自己的50%的水平 也没有发挥到出来 就20% 30%那样 就给自己的一期的期望的水平相差太远了 就特别特别地失望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导致你不在状态 是 水土不服 适应不来 我觉得可能是这两年 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比赛 然后 而且这个是我第一次的产奥会 可能压力 第一次的产奥会 我也是第一个出场的运动员 大马团队里面 然后我就会可能给自己太多的想法 就专注不了那个比赛 可能给自己太多的想法 然后场上的感觉也没有 因为一出来就是这么大型的比赛了 我就觉得就特别特别地猛 就专注不了 身体也特别地硬 就发挥不出来 但是我相信你每一场比赛之后呢 教练团都会跟你一起检讨 然后让你从中可以汲取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吧 我觉得这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就可能以往有打过世界锦标赛 亚运会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产奥会是最大型的比赛 就给人的感觉 给人的心理 你一定要很强大 比赛前你要足够的心理强大 你要准备得很好 你要怎样去应付 可能你领先 你得怎样去应付赢下 然后你要怎样调整那个心态 然后而且也 马来西亚的人也给我特别大的鼓励 然后你也会觉得 如果我做不好的话 也会让人失望 可能那一种情节的话 可能下一次可能就会懂得怎样去应付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尽力了就好 大家还是支持你的 那接下来的这个计划 也没有说开始准备下一届的这个厂奥会 其实是有了 一输了过后可能会失落一下子 然后我就会跟教练商量 还有体育女士会商量 可能这一次做不好 可能现在就要开始计划 在下一次的场合会要怎样 就要重新编划那个比赛 因为我们要入选 一定要去足够的比赛 要足够的积分才可以 是 所以现在开始就要计划 三年后的计划了 就要提早准备了 是 不要放弃 加油 有没有给自己立下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比如说下一场比赛 就是这一次过后下一场比赛 拿金牌 然后要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真的要拿几个金牌的 对 规划 不要给他压力 所以那你对这一次 这场赛有没有时间的关系 最后的问题是 你要对自己身边鼓励你的人 你的粉丝 你的家人 你的爸妈有什么话要说 是 其实我特别感谢我的家里人 我的爸爸妈妈 因为我一输了过后 他们就特别地担心我 有点紧张我 就我妈妈可能 因为我一输了 我习惯了 我一输了 我就会关掉电话 我就不接电话 让他们担心 然后我特别地感谢我的家里人 因为我一打电话 给我妈妈的时候 她就哭了 她就说 我知道你很压力 因为你每次给自己的期望很高 可是她就觉得 她不想看到我太过难过太过失望 她就很担心我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我的家人 然后也很感谢我的朋友 还是马来西亚的有些支持者 也是很对不起 因为我没有真正地打好发挥 甚至赢一场球 所以我也是很感谢 很对不起 所以也希望全部人可以理解 释怀一点吧 像我说你经历了就好 毕竟是第一次 失败乃成功之母 不用担心 没错了 好的 我们谢谢曹明 那么感性的一个分享 是 谢谢你 曹明 好 谢谢你加油了 谢谢 希望你取得更好的成绩 谢谢 是 那我们明天会谈什么课题 明天会谈这个抗病毒 又是跟我们新冠肺炎有关系的 就是一些坊间说 吃山药可以抗病毒 没错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Walsham也有更多的好康 会介绍给大家 所以记得继续留守我们的节目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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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